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妈妈离开家 将大门锁好 大杯狼就是一边看着 心里面一阵切起 静悄悄地走向小羊家 艾文 我是妈妈 真正不是呀 小羊就说了 妈妈的声音比你好听多了 你是大灰狼 该死的小羊 大灰狼在这里说了 大灰狼又去商店买了一把粉笔 他们将粉笔填在嘴里面 又来到小羊家门口 开门 是我 是妈妈 大灰狼骗小羊 好像是妈妈呀 小羊说了 但最小的羊就从门底的缝 张望了一下就说了 心里不是呀 你是个黑茫茫的 妈妈的脚是雪白雪白的 你是大灰狼 疼死的小羊 大灰狼在这里叫了 大灰狼又去蛋糕店买了一堆面粉 他把面粉塗在脚上 又回到小羊家门口 开门 是我 是妈妈 大灰狼骗小羊 小羊就说了 他的声音很甜美的 双角雪白 一定是妈妈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小羊打开了大门 大灰狼就站在门口 小羊四散奔跑 到处躲藏 大灰狼将他们一只一只捉住吃了 最小的小羊躲在祖父的大宗里 只有他逃过一夹 大灰狼吃了六只小羊 吃饱了 有点眼睡 粉症啊 他很快就打了鼻汗了 小羊躲藏 羊妈从成女回来 发现家里一片狼藏 屋的中间躺着一只 呼呼大碎的大灰狼 小羊从祖父的大宗里 走出来就说到了 大灰狼将所有的哥哥都吃光了 那就把牠們救出來吧 羊媽媽一邊說 一邊用剪刀剪開了大灰狼的肚皮 小羊一個個挑出來 每一隻都毫發無損 羊媽媽就說到了 一起去拿石頭 小羊們一起出門 揭進全力把最大的石頭搬回家 把石頭放進大灰狼的肚子裡 小羊們把石頭放進大灰狼的肚子裡 羊媽媽又把灰狼的肚子奉好 牠們一起等著大灰狼睡醒 灰狼張大眼睛 藍藍到 有些口渴 吃得真是飽了 記得門外有一口井 我去喝一口水 大灰狼向水井走過去 肚子裡的石頭令牠失去平衡 一頭就掉進井 浸死了 完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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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